那股臭氣味就沒有了 功能夠、抽濕力強、省電 要薄薄地使用的時候可以放在這邊 Hello 大家好 我是Outdoorliving和Wowliving的店長飛機 這次跟大家介紹前面看到這部 打街的抽濕機 春天的天氣令到家裡很濕 我們自己在家用抽濕機 早上在廳抽 晚上我們會拿到廁所搞這些 因為我們家裡沒有一個露天的位置 可以讓我們曬到衣服 尤其是去到春天的時候 就需要一個位置讓衣服快點乾 我們就會用一部抽濕機 放進廁所裡 關門門就像一個密室的抽濕機的效能 現在我們有了浴室寶 我們通常會開一點暖氣 晚上給他抽湯抽8個小時 那翌日那些衣服都很乾 就算放在外面曬也沒有乾爽 為什麼這次介紹這個瓦佳的抽濕機 基本上跟娶老婆的道理一樣 娶妻是求淑婦 她絕對不是一個香港小姐 但是功能夠、抽濕力強、省電 而且價錢還不錯 最重要是薄薄的 用的時候可以放在外面 香港行貨有賣保養 很簡單的 這裡四顆就是開啟 有風出 這個位置可以調整風的方向 這邊抽氣 活性碳filter 噴出來的空氣比較乾爽 有時間制 這裡會有現時的濕度 現在就去到四滴水 有負離子 可以辟味 負離子加上活性碳 那層噴味就沒有了 抽濕力強和弱 再按下去 這裡只做一個空氣淨化 就沒有這個抽濕功能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一級能源標籤 其實抽濕機的耗電量 比你家裡一般的電量大 因為它要用一個 有點像冷氣壓縮的原理 令到水可以滑入 4.5升的容量 官方數字 相對濕度80度的時候 抽24小時 抽到大概20升 市面上也算一個比較高的數字 市面上普遍的那些 去到20 太慢的效果不明顯 相對濕度100% 那些時候就要開到高抽濕 令到大家的家屋保持乾爽 希望大家的抽濕機 這次可以幫到大家 渡過這個欣欣濕濕的春天 多謝大家 拜拜